十年演戏无人问 一举成名天下之 2007年汤维靠着色界的王家之一脚飞升国际 尴尬的是 还没有红多久 汤维就被血藏了 并且他是这部电影中唯一被血藏的演员 拍过大尺度影片的演员那么多 为什么只有汤维刚爆火就从娱乐圈消失了 金星就曾替汤维抱不平 这部电视剧就是由李安指导 梁朝伟 汤维 王力宏等明星 共同出演的电影色界 因为拍这部剧压力太大了 这部剧里面不仅有非常大尺度的亲密戏 而且梁朝伟和汤维两个人所饰演的 角色内心戏成分非常多 在现场拍摄的过程中 氛围是非常压抑的 所以他们两个才会有这样的举动 导演李安曾说 色界是我投入最深 用情最深的电影 拍摄过程像走烫地狱 这部小说是张爱玲偶心力血修改30年才写出来的剧著 在拍完后 梁朝伟崩溃到和汤维一起大哭 并称自己有了心理障碍 不仅如此 杀青后 剧组演员集体大病了一场 戏中汤维和梁朝伟的三段大尺度表演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时至今日 色界似乎成了风月片的代名词 汤维也因为这部影片获得了名气 失去了爱情 在影片上映这么多年后 很多人可能都不记得剧情 只记得梁朝伟和汤维的三段大尺度戏 纷纷猜测他俩是不是来真的 一次采访中 记者问梁朝伟你们是假戏真做吗 言外之意就是问他俩有没有用替身 一句话让两人非常尴尬 梁朝伟说没有用替身 汤维则大放地说每个动作都经过精心设计 就连梁朝伟和老婆刘嘉玲去电影院看色界的卫山剪板 都被记者追着问 看到色界中的那些镜头 你有何感想 身为梁朝伟的老婆 刘嘉玲大放地说 她是一个演员 这是她的工作 可见刘嘉玲十分能看得开 抛开大尺度镜头不谈 李安将色界荧幕 说明她经验丰富 很懂观众的心 本来张爱玲在这部小说中 对男女情感的描写只是一笔带过 李安却在电影中放大了这一儿 要知道张爱玲的小说注重的是心理描写 而李安在电影中注重场景 她想让观众掏钱 色界上映后 大尺度戏成了焦点 观众忽略了电影本身的情节 一边对李安口诛笔伐 一边又当又立地走进了电影院 在选男主时 李安找了张艺谋可被婉拒了 这时葛忽跑过来毛遂自荐 说自己能为艺术献身 也许是葛忽的喜剧形象太过深入人心 李安没有用他 这时影帝梁朝伟站出来要演艺先生 李安大喜过望 因为梁朝伟的名气很大 用他电影就成功了一半 考虑到刘嘉玲的脾气不好 李安想给他找一个替身 最令人惊讶的是 梁朝伟不干了 他要亲力亲为 在色界中和女演员来真的 突破一下自己 有了男主 李安开始找演王家之的女演员了 再对接了刘亦菲 舒淇 张子怡 周迅等人后 发现都和角色不贴合 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这时27岁的汤伟出现了 他入圈多年不温不火 在得知男主是梁朝伟后 汤伟决定赌一把 穿旗袍 学上海话 为了角色进行几个月的培训 对于电影中的三场大尺度戏 李安胸有成竹 在开拍时让闲杂等人一概回避 只留下摄影师和必要的工作人员 这三场大尺度戏戏 梁朝伟和汤伟一变变的是 一变变地拍 为了电影效果足足拍了七天 在拍完这几场戏后 汤伟和梁朝伟抱头痛哭 可李安很满意 因为电影上映后 李安名利双收 赚得盆满钵满 要知道 在拍摄大尺度戏时 李安告诉梁朝伟和汤伟随意发挥即可 结果一变变喊cut 让两人身心俱疲 处在崩溃的边缘 直到第十三次拍摄 李安没有喊cut 顺利拍完后梁朝伟和汤伟热泪盈眶 有了前面抱头痛哭的场景 在电影杀青那天 李安找到汤伟说 这部戏上映后 我最担心你 所以我收你为干女儿 在色界上映后 汤伟的男朋友田宇 本来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因为这部电影两人一拍两散 这些先不说 舆论流言四起 对汤伟越来越不利 他就像是昙花一般迅速绽放 也马上凋零 成名后 一些导演看到这样的情况 都不敢找汤伟拍电影 对他避而远之 汤伟也到了无戏可拍的地步 28岁的汤伟前途尽毁 冯小刚和金星都为他鸣不平 说整部电影就血藏汤伟 怎么不封杀李安和梁朝伟 欺负一个小姑娘算什么 不得已 汤伟去国外进修表演 并认识了韩国导演金泰勇 两人合作了一部晚秋 这部电影让汤伟成为韩国的女神 她也是业爱情双丰收 和金泰勇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两个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吐没星子淹死人 很多人都问汤伟 为了色界差点失去一切 值得吗 因为太过出格的表演 汤伟遭到了很多的非议 而汤伟的回答是 一生能遇到一个王家之 足矣 他也没有局限于这个角色 而是带着北京遇上西雅图等作品 再度归来 不破不立 这句话在汤伟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现在汤伟的事业扶摇直上 就像是浴火重生的凤凰一样 话说回来 李安亲自操刀将色界影视画史 她投入很深 用情也最深 拍完至今不敢看 在拍摄的过程中 李安走过了一段艰难的心路旅程 有一次她还陷入到了恐惧感和绝望感中 忍不住地哭了出来 就连梁朝伟都安慰她 导演 我只是录个皮肉 你要保重 为了再现就上海 李安从道具 细节都要抠 折磨的工作人员没办法睡觉 最有意思的是 大家都很好奇 汤伟和梁朝伟是不是来真的 十年后 梁朝伟说 在身体相互碰撞的时候 的确如假戏真做 汤伟则说 我们只是在做生孩子的事而已 汤伟能为一部电影如此牺牲 一个字 绝 有网友说 演得很真实 很到位 刘嘉玲看首映 从谈笑风生看到面色铁青散场 也有网友说 李安的电影层次感很深 注重心理戏 看起来是风月 其实让我们的心理又何尝不是一种煎熬 还有网友说 千万别说是为了艺术而牺牲了自己 没有人逼她这么做 说白了就是为了出名 电影播出的时候也确实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汤伟也因为在这部戏中的表现而被行业内封杀了 所以我们能够想象 两位演员在拍摄过程中是顶住了多大的压力 才能够将这件事情完成 那也就不难想象 为什么时隔多年 他们仍旧会说拍摄过程就像走地狱一般 举个简单的例子 他们在拍那一段亲密戏的时候 为了更加逼真事先预演了很多很多遍 如果这件事放在普通人身上 我们没有受过演员专业训练 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些事情的 没有办法将完全的自己交给这个电影 甚至没有办法想象这部电影播出之后 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但这两位演员为了电影的艺术性 仍旧选择这么做 而且没有什么怨言 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去赞扬的 尽管这部电影拍摄过程非常困难 两位演员也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 但好在结果没有让大家失望 整个电影呈现出来的艺术价值 还是非常高的